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要介绍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样本比例 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些符号跟观念 所谓比例的部分来说 这个跟二项分配的观念是一样的 就是只有成功,要不然就是失败 如果说是代中的红球,要不然就是不是红球 这是一个二项分配的观念 那么我们在符号的部分,我们习惯的使用母体的比例就是用P 那么样本比例,我们习惯的用PS 这是有些统计学的课本用的 那么或者是用一个叫做P hat这个符号来代表 那这个地方也常常用在估计的部分,也喜欢用hat来做 那么什么叫做比例呢? 就是所有数字里面 所有的资料 它按照它的发生的这个数量 所以是总数量里面的X 这叫做母体 那么如果说是以样本来说的话 这是我们抽样的数量 那么有发生的数量 其实观念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个叫做样本 这叫做母体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个例题 某一个乡镇是有一千个家庭 其中有485户是家里有自用的轿车的 那么现在我们用抽样的方式抽了两百个家庭 发现有98户是自用轿车 那么什么叫做母体比例? 什么叫做样本比例? 那我们来看 母体比例 这边的母体就指的是某一个总共的乡镇 所以母体的数量是多少呢? P等于一千分之四百八十五户 这是全部的 所以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是P 这是母体 0.485 那什么叫做样本比例呢? 样本比例我们习惯用PS或者是PHAT 那我们用PHAT好了 PHAT的话呢 今天抽了几个?抽了N个 小N是多少?是两百 那么有这个事件 有自用轿车的是几户呢? 98户 那么各位同学要知道 母体比例跟样本比例通常都不会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是习惯用样本来去推估这个母体 去估计这个母体的状况 现在我们来看看样本比例的期望值的算法 样本比例 所谓期望值 这边是样本的比例 这个比例等于 N分之X 这是我们刚刚我们知道的 N分之X 但是各位同学要知道的是 这个是N是指的是数字 我们可以在前面就已经介绍过 这个期望值 具有线性的关系 这个N可以丢到前面去 所以是N分之1 丢到前面了 那么X 这是什么呢? 这是二项分配啊 二项分配的期望值 同学都知道是多少呢? 是NP 那么我们消掉消掉 答案是P 所以 样本比例的期望值 会等于母体的比例 那么现在再来看变异数吧 变异数叫做variance VAR P hat 这个 一样的 我们是N分之X 直接带下去 那各位同学要注意的是 这个N可不可以丢到前面去呢? 可以 但是要平方倍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移到前面去 就会变成了N平方分之1 VAR X 这是二项分配 这个X就是二项分配 那么我们知道 二项分配的变异数 叫做NPQ NN消掉 所以是N分之PQ 这个是变异数 我们在假设减定啦 或者是在区间的估计的地方 我们习惯的是要用的是 Sigma 就是所谓的标准差 标准差 我们将变异数 开平方根 那就是标准差 我们这边 Sigma 这个P hat 就是指的是 我们的 样本的比例 它的标准差 等于这个 开平方根 那么这个数字 我们常常会用到 现在我们来看的是 样本比例的抽样分配 那在这边我们介绍 大样本的状况 什么叫大样本呢 就是 在一般来说 我们N大就可以了 可是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P也不要太小 那么P如果很小很小的话呢 可能会变成是什么呢 是不阿松分配 那么我们的前提就是 NP只要超过5 NQ也要超过5 那么我们就称 这个叫做大样本 大样本 这是什么呢 这叫做中央极限定理 这叫Central Limit Theorem 它的所成的 样本比例的这个分配 那么我们将近似 就服从什么的 Normal 就是所谓的 常态分配 它以P为中心 标准差是N分之PQ 这一个叫做常态分配 它是近似常态分配的 那么我们常常是喜欢 就是说用二项分配不好算 我们很喜欢用常态分配来逼近 现在我来做个例题 有一项对台北交通状况的 满意度调查 我们发现如何呢 40%满意的 那各位同学知道 这个比例 40% 相当于是二项分配 怎么说呢 你没有点满意 那就是不满意了 那就是0.4满意 那0.6不满意 现在我们从台北市民 随机来抽了几人呢 400人 这边是N 那么满意的比例 是45%到60%的几率是多少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算 那么我们来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P是多少 这个地方P是多少 0.4 那么本题的NP是多少呢 NP 160 NQ 240 肯定是大样本了 大样本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这个满意的比例是怎么说呢 满意的比例是45%到60% 那这个地方来说 这是标准差 我们也要把它算出来 标准差是多少呢 是20 这个地方是因为400 直接平方根了 直接开出来了 这个地方是0.4乘上0.6 变成这两个的话 再开一个平方根 算出来是0.49 得出来这个数字 我们题目要算这个 Phead就是说 我们的抽样的这个比例 介于0.45到0.6 之间的几率是多少 那么我们习惯的做法 就是说 把它改为标准的常态分配 做是最简单的 我们直接减掉P 除以N分之PQ 就是我们习惯所说的SigmaP 那这边 我们上下的话呢 都是减0.4 除以0.024 我们计算一下 这就变成了Z了 中间变Z 右边是8.3 8.3已经爆表了 事实上的话呢 它已经到了最右边了 那它是高于2.08 那么我们要知道的话呢 大于2.08 那就是往最右边靠近 右脚的话呢 我们在查表的过程之中的话 我们要用0.5来减 先把图找出来 2.08的位置在哪里 2.08 找到了 0.4812 那么我们这个几率是怎么算呢 我们的几率要用0.5来减 0.5来扣中间那一块 0.4812 于是我们算出来结果是 0.0188 那么 满意的比例是45到60%之间的几率是 非常低 因为我们原来的这个比例的话呢 就是40% 你要这么高的话呢 其实是 很不容易的 而且样本数还这么高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例题 类似的题目 就是对于治安的满意度 治安的满意度 30% 代表的是满意 那么70%不满意 现在也是抽了400人 N是400 满意比例是28到35之间 那么应该这个几率就高了 因为它原来的母体比例是30%嘛 在它的中间没问题 那我们现在来做的是 首先我们把这个P写出来 P是0.3 那么NP大 NQ也很大 那再过来就是算它的 这个叫做标准差 N分之PQ开根号 那是400人 那很简单 底下是20 上面P是0.3 0.3乘0.7 再开一个平方根 除以20 我们算出来结果 叫SigmaP 今天题目是问的是 28到35%的几率 所以我们就直接写P 0.28小于P hat 小于0.35的几率是多少呢 那么一贯的做法 就是改为Z分配 通通减掉P 除以0.023 减掉0.3 除以0.023 这个中间就变成 直接变成改成Z了 那这边 左边是负的 右边是正的 来我们计算一下 上面是负的 0.02 这是0.023 这上面是0.05 这是0.023 来算出来结果 一正一负 介于负的0.86到2.17之间 那么我们知道 一正一负 两个相加 来我们把表叫出来查一下 0.86 0.86在哪里 这边有 0.86 0.3051 另外一个数词叫做2.17 在这个地方 0.4850 我们应该要两个数值 要相加 0.3051 加上0.4850 算出来结果 0.7901 就是 79%的几率 这落在这边的话呢 有79%的几率 我们这个单元的话呢 给各位同学介绍了一个 样本比例的观念 那么我们要知道 只要跟比例有关 都源自于哪里呢 二项分配 那么 我们这边的结果 告诉了说 Phead的期望值是P Phead的变异数是什么呢 N分之PQ 这很重要 什么叫大样本 两个都要求 都要哦 不只是NP要大于5 NQ也要大于5 那么我们在解题的过程之中 我们经常使用的是什么呢 大样本就把它改为 常态分配来做 会比较容易 订阅 可以